大家好 我这一棵胡花果是去年的下半年 高压繁殖下来的 现在该村长了两条新芽出来 那么现在只长两条新芽 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所以现在必须要给它处理 让它长更多的分枝 长更多的侧芽出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打顶处分枝 我们做修剪的时候 只需要保留这条新芽的 下面两对叶片就可以了 上面这一部分给它剪掉 然后再给它做一下伤口处理 因为这个伤口太大 容易感染细菌 我们先把这些粘液给它涂抹掉 然后用上这种 甲基硫菌磷伤口预合剂 这种甲基硫菌磷它也是一种杀菌药 而且它又可以让这个伤口快速的预合 将这些伤口密封起来 不给它受到细菌的感染 同时它也是一种杀菌药 达到杀菌密封的一个效果 还有可以促进这个伤口快速的预合 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底下的这一条 也给它做一下处理 用同样的方法 给它涂抹一下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给它补充一些生长型的有机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它的蛋铃甲严肃含量非常的高 尤其是大年素可以促进它快速的生长 所以说在春季 不管什么花卉给它使用一些生长型的有机肥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是一些不开花的花卉 直接将它浅埋起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 它比较容易发霉 我们只要买起来就可以了 好了这样就处理完成 接下来就是正常的养护 保持这个土壤属于一种微潮的状态 多给它晒太阳 就能保证它 再过个十天八天 就能长很多侧芽出来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